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不能小点声 什么 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 我在想策划案 所以你想到了吗 暂时没有 要不要玩个游戏 放松一下 玩什么 错识 等我一下 我们呢 分别在上面写一个词组 但是呢 不能让对方看到 然后呢 问对方五个问题 只能回答是与不是 谁先猜到对方的词组谁就获胜 反之 就要接受惩罚 好 嗯 快写吧 写完了吗 好了 那 你先 是 人名吗 不是 我的是东西吗 不是 我的呢 也不是 我的有生命吗 有 是人类吗 不是 是我 害怕的动物吗 是鸟吧 嗯 嗯 原来是口拉 愿赌服输 录口拉 弹口头巴 你稍微轻一点 轻点就不是惩罚了 就这样 嗯 哦 你先轻的话 我就再抬一个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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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了 可以了 下一轮吧 你都输了还玩 哎 这是我的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如果我们可以开发一种 不仅可以在线上交友捉虫养成 在线下可以面对面 宠物互动的游戏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烤了 你对你的外号不满意啊 晚了啊 我叫你口拉 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单纯觉得 你跟这个动物很像 我有灵感了 我想到该怎么做了 我要马上记下来 哎 你不会昨天一晚上没睡吧 嗯 嗯 这是我完成的策划书 东西我会看的 快回去睡觉 嗯 我等会还要上班呢 我是老板 给你放假一天 嗯 嗯 那个 有什么问题你好好看看 哎 不是 有什么问题 睡醒了再说 睡觉 轻松休闲的线上玩法 可以让玩家在互联网中随心所欲的做自己 如果遇到想深入了解的朋友 可以线下相约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用AR技术一起养宠物宝宝 拉近彼此的距离 我们鼓励大家见面交流沟通 利用游戏来拓展社交圈 这也是我们开发这款游戏的初衷 里面大多数神话动物都出自于山海经 所以我们暂定名字为玄中记 邱总 怎么样 还满意吗 江总 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们可以设计出这么一个新颖的核心玩法 我很满意 妈 你怎么在这儿 我特意等你的 有事啊 上楼说 不用了 在这儿吧 怎么了 黎曼是不是回来了 江子彤说的吧 我听说你因为这个女人 跟小黎都闹了矛盾 儿子你傻呀 你忘了三年前她对你做了什么 妈 你就别操心了 我有分寸 如果你有分寸的话 就应该远离这个女人 不要因为她破坏了你跟小黎的感情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和上次一样吗 和陆离串通好了把我灌醉 然后让爸用孤子来威胁我 妈 我已经在你们的邪谱下结婚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灌醉你是我的主意 跟小黎有什么关系啊 儿子你千万不可以乱说 还有件事我跟你说 后天哪就是小黎 小黎 妈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 我下来挺久了 你千万不要听一诚 胡说八道 她跟我抬杠呢 我知道 不过 她说的都是实话 小黎 妈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家休息吧 可 可你们 我没事 挺好的 放心吧 哎 哎 刚刚 我不知道他们是用公司威胁你 你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你知道要怎么样 如果我知道你这么不情愿 当初我就不会答应这个提议 对不起 你 这件事跟你有没关系 你到哪门子欠啊 我妈她就是想让我结婚 就算不是你 也会有别人的 如果你现在想离婚的话 我可以随时跟吗 跟阿姨解释 协议签的是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年呢 你怎么没有点契约精神啊 你找鞋子疼吗 我希望可以吧 老天保佑 我的名牌宝宝就靠他们了 你怎么问你是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她来啦 嗯 你呢 啊 哦 你呢 哥哥 我 让一下 谁能再这样子啊 您老师不是原本啊 真缘分啊 这人说到咱俩 好 好 好 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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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好有缘分 好有缘分 好有缘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